连战大女儿连慧欣最近生意越做越大了 前进百货公司设了专柜 那么为了拼业绩放下了身段 连慧欣这个CEO在今天下午充当了一日贵姐 但可能是因为名气太大了 她占櫃逛百货公司的婆婆妈妈反而不敢靠近 要了 不用了 不用跟制服吧 弹起头发摇摇头 害羞的说别穿销售小姐的制服啦 百货专柜新开张 暂时抛下生计公司CEO的裤子 连慧欣亲自进驻百货公司 观察销售战况 还充当了一日贵姐卖自家产品 我们是基本上你的色系啊 然后摆饰方式啊什么的 我们会管 什么力牌啊什么一大堆 做生意嘛 一切以客为尊 为了展现贵姐亲和力 连慧欣还特地穿上白衬衫圆裙 但不知道是不是亲自出马 反而让婆婆妈妈压力有点大 来哟来哟 怎么大家都绕路啊 我不需要推广 他们全部都跟我要 除了我不让我的两个地妹要之外 其他 因为两个还在 我就说还在那个喂baby嘛 所以不能吃 那其他人就 就我们冰箱随时都有啊 我不用太提醒了 他从上次生病之后 就现在就自己比较自律一点 对 就吃的方面啊 连慧欣把全家人都拉拉拉 拉进来当免费代言人 搞生计产业 CEO开口果然都是生意金 倒是当一日贵姐 连微信现在可知道了 没这么容易 这是这条黄美军 台北猜本报道